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的市场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市场 昨天刚刚反弹之后,今天又给市场打脸 除了狗币和他的一些兄弟们的 和他的小伙伴们之外,其他的币全部是在跌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 IDO的疯狂到最近狗币的疯狂和一些什么实币 对吧,西部还有一些小动物币 这些都没有基本面的币 在疯狂爆拉之后,这个信号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没有办法,现在市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对吧,一种疯狂的阶段 我们群里面有很多大兄弟嘛 也是疯狂的在找机会获利 有任何的丈夫他们就冲进去 那这也没有毛病 我觉得你可以用小的资本去搏一搏 有10倍的回报嘛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个信号 现在确实是整个市场鱼龙混杂 比较混乱的,优质项目反而跌 然后没有基本面的项目 一些搞笑的项目反而爆拉的 这个今年你这个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就基本上就代表这个牛市啊 已经已经到了尾端了 到了尾端了 那最近我还是想说一下看看比特币能不能支撑 但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anyway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特币这两天的表现 比特币你看记 昨天也是在跌的 前天暴跌之后啊 现在还在跌 从最高的6万5这边一直跌到了5万5 暴跌1万等 那我个人认为比特币这边还是有支撑的 比特币这边还是有支撑 然后以太坊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最高2500 现在跌到2100左右 DeFi这边啊 真的是纷纷暴跌啊 没有一个DeFi可以幸免于难 今天基本上整个DeFi都是跌了20% 等会看各个币种的表现 还有就是我们的山寨比啊 也在跌 也在跌 除了一些meam就是搞笑比的 我们把它称为搞笑比在涨之外啊 其他的一些比都在跌 看宏观 宏观呢 上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仍然略微回头黄金 比特币一路下行 S&P500还是在往上走 美金还在往下跌 美金还在往下跌 那这个信号就代表着很多大的金鱼吗 疯狂出货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嗅到了什么 但是疯狂出货 我个人认为应该会有一波反弹 因为大跌之后必有反弹嘛 这个道理也没有毛病 反弹之后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逢高出货 至少要手上要把控制在 50%的仓位是EU吧 对吧 那现在的话 确实啊 整个市场是魔鬼蛇神 互相舞蹈 不知道会下一秒 这个热钱又涌到哪里 但我始终认为BTC应该还会pump一下 还会pump一下 行 我看看各个币 各个币的话 比特币242跌了3% 5万5左右 然后以太坊也是跌的很厉害 2148 前两天是2500的突破2500 现在2148 BNB啊 刚刚站稳500头 刚刚站上500头 XRP一块2毛7 Doge啊 今天又在找 占上了4毛钱 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 Cardano 一块一毛9 现在有所回升啊 中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跌的是惨不忍睹 波卡跌破30刀 现在看 慢慢的回升 33刀的 Lycoin 249 Vchain 0.23 Uniswap跌破30刀 Chinlink 35刀 Stella 0.48 Sita啊 就10块钱了 最早 最最最夸张的时候 是15刀不到 现在10刀 直接跌到三分之一 15到10 跌了30% Farcoin 150刀 Solana还是在30刀以上 昨天Solana是爆拉一波的 Nio 103 昨天涨到120 今天103 门罗342 EOS 6块4 US跌的还是比较惨的 IOTA 2.01 Terra Terra 从20刀直接跌到13刀 几乎腰斩 Crypto.com跌破两毛 CIO的表现一直很一般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说实话 我看不太懂CIO 反正我就持有了 OKB 16.77 Cosmos 18块3毛8 AV又跌破350刀 昨天刚刚站上400刀 今天又跌破350刀 这DeFi跌的非常厉害 FTT跌破50刀 Algoland 1块2毛7 Pancake Swap 22刀 也跌的非常厉害 跌的非常厉害 火币18.14 Solchain 昨天16刀 今天13刀的 Kusama 341了 已经Kusama 今天涨得比较好的 Stacks Stacks Alrond Alrond 157 CHZ 也没有幸免遗难 7天暴跌15% 0.48 Celsus 7天暴跌126块1毛9 SNX都跌到15块了 你敢信 SNX Compound 445 BAT1块2毛3 Quantum 17块9 Sushi 11块多了 你敢信 排名71了 对吧 直接 那这个 要看啊 Sushi因为有解禁的压力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跌的确实比较凶 Sushi UMA27 WiFi 4万6 昨天5万多 对吧 现在4万多 我们的Fay Protocol 0.7毛钱 在搞笑吗 入稳定币吗 7毛钱 在下就跌破7毛 情何以堪 WiX 2.92 Flow 34 Flow 还是比较稳的一个比 Waves 11块8毛2了 Waves跌得非常的凶狠 Waves BNT 6块4 哇 OM 跌得非常的凶狠 7天跌了22% Hellium 也跌得很凶 好 我们看一下Portfolio TRB今天逆势爆拉 TRB 牛逆牛逆 TRB TRB好像也是做一元击档 我没记错的话 Edge Gat Hedget Wife Beta Bomb Bridge 43 Ghost Celsis 其他就没什么了 其他我感觉就没什么了 Trivala 4块8毛4 True Chain Trivala Dodo Dodo 3块4毛5 Dodo IEN 哇 IEN 还好我已经走了 8毛钱 IEN跌得非常的凶 IEN 都感觉观察了半天啊 感觉已经没有力量了 对吧 没有力量 Curve 跌得非常的凶啊 跌破3道了 Curve 跌得非常的厉害 Sushi 11块7毛6 Band 跌得很凶啊 Band 跌回15刀以下了 14.65了 啊 存储板块的StoryJ 跌了30% Curve Coin啊 这些都跌得非常的凶 包括Dago 非常非常的凶 这个真的是 我看一下7天 Raribuy Raribuy 跌得非常的凶 7天几乎腰斩了 我们看一下前100的 7天排名 前100还好啊 Raribuy Sushi 26.9%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Avalon 24 Wave 22 都跌得很凶 说说 行 今天的市场排列是这样 那最后把给大家一点我个人的对现在盘面的这个情况的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我们再下个事情下个视频讲吧吧这个要讲一讲半天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看一下我们观察一下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仍然是跌跌不凶 我觉得如果超跌的话可以买一点对吧超一点底等它上升之后 记得啊 记得一定要套力 记得一定要套力不要 不要谈恋爱 这个要不然现在风险特别大 行 这里是B圈老韭菜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Peace